沙巴州选开打之后呢 前天我们的访问评书报道当中就谈到了首相慕尤丁 和他领导的国盟和巫统在沙巴州选举当中明争暗斗 那慕尤丁和巫统在沙巴州选中 虽然是以同一阵线来对垒民心党家阵营 但是却互相提防牵制 而今天我们就来谈谈民心党家里边 被认为也是存在着的暗流 沙巴州选当中明星党家阵营虽然 他们是成功避开了议席重叠 没有自己人打自己人的戏码 看来好像是比较团结 但有人却也看到说明星党家阵营里头 其实也一样有着内部权力博弈与政治计算的痕迹 明星党家阵营大家都知道 火箭和诚信党他们是用明星党的翻船旗帜出征州选 唯独就是安华领导的公正党 不跟大队坚持要使用自己的logo上阵 而这其中真的没有问题吗 提名前一刻沙菲一他曾经公开言语 火箭和诚信党都愿意牺牲了 就只有蓝眼不愿牺牲 虽然公正党的副主席郑立康是出来解释过 不是蓝眼不愿意牺牲 而是因为公正党所竞选的选区 大部分都在沙巴的西海岸和内陆地区 但是明星党他们在这些地区的影响力是有待加强的 因此公正党才会选择要用回自己的旗帜上阵 然而这个解释还是阻止不了一些人有不同的解读 其实在西蒙加阵营早前在马哈迪推举沙菲一 作为他下届大选的首相人选之后 沙菲一和安华之间就开始产生了一种微妙的 未来首相人选竞争者的关系了 而这一回蓝眼他们坚持不用明星党的旗帜上阵 就被一些人解读为 是蓝眼不想为沙菲一做衣裳 不希望说看到沙菲一领军在沙巴周旋打出漂亮的胜战 不想要到时功劳全部都归于沙菲一 进而就帮安华的首相人选对手也就是沙菲一 助力灌入更强更大的政治能量 时事评论员潘永强他就认为 沙巴周旋某个程度上可以看作是 西蒙加阵营当中首相人选的内部初选 对手也认为 DAP Amana 会使用 logo Pati Warisan APCO 会使用 logo她 因为她是 Pati Tempatan yang需要我们增加 DAP 行动党和诚信党都愿意披上明星党的党旗 和明星党同穿一件战袍了 但就是公正党怎么都不肯穿 连议席谈判也在犹豫不决 这是9月10号 明星党主席沙菲毅在宣布沙巴州选议席名单大会上 所暗讽公正党的一番话 那为什么蓝眼就是死死坚持 不用明星党的翻船旗帜上阵呢 时事评论员潘永强 接受8点4日报视讯专访时认为 那或许是蓝眼怕安华怕 怕沙菲毅在这场周选之后变大变强 强到以后变成了安华任相的蓝路夫 公正党是担心 如果沙菲毅或者是明星党 在沙巴州选举能够大胜 那么沙菲毅本身就会威胁到安华 在西蒙里面的地位 如果沙菲毅能够重新取回沙巴州政权 表现出他的战斗力 他的果断的政治判断 那么他的政治能量会大幅的提高 那么在西蒙内部就会威胁到 安华作为来届西蒙首相人选的地位 潘永强也进一步提到 安华和沙菲毅两位都曾经被西蒙家阵营 提名作为下届首相的人选 但是两人之间还没有人成功跑出线 被各方接受 因此他形容这一轮的沙巴州选 或许可以被看作是西蒙家阵营 对下届首相人选的一次内部初选 所以沙巴州选举 我把它形容成西蒙对下一届大选 首相候选人的一个内部初选 如果沙菲毅可以在沙巴取得量力的成绩 那么安华需要飞更大的努力 才可以压倒沙菲毅 或者是说安华需要飞更大的劲 才可以避免被逼退的压力 那自从沙菲毅也被推举成为 西蒙家的首相人选之后 安华和蓝眼开始对沙菲毅处处提防 严防他做强做大 那当然这是政坛的其中一种猜测 不过另一位时事评论员黄敬发者认为 安华和沙菲毅之间的竞争关系 更多是有心人士在兴风作浪 他认为沙菲毅还不足以撼动安华 但是安华现在的问题 在于他自己根本没有把在野党领袖的本分给做好 安华跟沙菲毅之间有没有矛盾 肯定有 那这个矛盾的问题 固然是有很多人想推风助浪 当然以马哈迪为说 想要挡住安华 我觉得今天任何人要反对安华都不是问题 今天要检验安华是不是还relevant 我们要问他作为国会在野党领袖 发挥什么作用 他真正今天安华的问题在于他自己 安华把他的国会在野党领袖做得好 那么沙菲毅其实并不构成为行 但是如果他做不好 那么沙菲毅是 by default 第二个看起来像样的文学 政治学者黄敬发誓认为 所谓安华和沙菲毅之间的竞争关系和心理矛盾 更多是有心人故意要去制造和点火的 他指出 安华其实现在最大的问题在于 他自己已经迷失了自己在全国基层当中 作为在野党领袖的方向与定位 那作为一个史上握有最多国会议席的反对党领袖 理应还是相当有能力去召唤选民的想象 但是作为一位在野党领袖 安华到底做了些什么 他认为安华最大的问题其实在于他自己 而不在于沙菲毅崛起跟他竞争 同时黄敬发也不认同公正党 拒绝使用民心党的旗帜上阵沙巴周选 就是担心沙菲毅崛起来跟安华竞争相位 他就提醒大家不要忘记 UPCO民同党 这个民心党加阵营里头 竞逐第二多议席的政党 其实也是同样拒绝使用民心党的招牌 那虽然不能够一口断定说 民心党和蓝眼之间他们没有矛盾 但是如果硬要把公正党说成 不跟随行动党和诚信党的脚步 一起去使用民心党的党旗 那就是不对的话 那为什么民同党UPCO用自己的旗帜 上阵12个议席 大家却可以视而不见不去提呢 他认为这是有心人在蓄意营造的视角 不过对于公正党在沙巴选举当中 跟西蒙加阵营其他盟友不同调 包括不使用民心党的共同旗帜 还有就伸手要求更多的议席等等 潘永强则认为这其实显示出 安华他对沙巴周选的一种特殊心结 安华一方面呢 当然希望西蒙加阵营呢 可以在沙巴周选当中获胜 但他同时却又担心 沙巴选的胜选会给他制造更大的压力 潘永强形容安华和沙巴逸 如今不只是对手关系了 也是安华和马哈迪博弈关系的 另一种延伸 因为安华会认定沙巴逸 他就是马哈迪的代理人 他代表着马哈迪的力量 马哈迪的路线和利益 尽管马哈迪是已经没有条件 再回来当首相了 但是他愿意支持沙巴逸 是因为马哈迪相信沙巴逸会维护他的利益